台湾的母子 我現在人在台南的西市場 台南人都俗稱叫大菜市 在以前在南台灣是最大的市場 而且非常繁華 而且還有很多好野人在這裡 北處 起處 根據在地人的說法 大菜市是當時台南人生活起居 最重要的地方 據法案婚喪喜慶 生子迷月的東西 這裡樣樣俱全 二戰後熱鬧消逝 但市場仍保留住當時的建築 走過路過都會讓人駐留一番 第一件做一件衣服 你就要親自上布行來勁步 然後給裁縫師來製作 所以說這邊的婆婆媽媽 可以說很厲害 但是我今天要找的這個伴手類 也是跟這個布有關係 而且一樣充滿了台灣本土的風險 很適合我這個台南的阿諒 來 對我走 早就知道台南工匠手藝巧 所以現在我要帶大家 去一間在地純手工製作的 帆布老店看看 走 我現在要去找那個手工帆布包 他很懷舊 而且好像翠包 懷念的 好像回到學生時代一樣 老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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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找包包 哇 這很復古 我聽說你們有做一種包包 叫你拍拍少年 我帶你來看 我倒邊過來可以嗎 倒邊過來 倒著用 倒著用 拍少年 倒著念 是什麼 來 拿出來 在這裡 少年拍 少年拍 這是什麼 這是李安導演 委託我幫他做的禮物 送給員工的禮贈品 不是拍少年喔 結果是少年拍啊 你自己看 唉唷 連李安導演都看上 你們家的包包 對 那是不是代表你們家品質 有一定的水準喔 當然 所以你們還有其他款式的對不對 有 有 不然我對你來看看好不好 好 大家去洗你喔 我拍少年 走 走 店家老闆李小柏 原本只接外國訂單代工 隨著台灣工廠轉移 訂單未縮 老工廠面臨危機 因此他決定轉型 開始研發屬於台灣的包包 小柏 你現在帶我在這個裁縫機前面 是想要幹嘛 這個只有在我阿嬤家的時候 才看過你知道嗎 我要讓你體驗一下 我行嗎 你試試看嘛 但是你要爭氣一點 要車子喔 有這麼難嗎 你試試看 為什麼叫帆布 它其實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 是用來做那個帆船的那個風帆 然後是從歐洲人發明的 然後這樣慢慢引進到台灣來的 那台灣早期被用來幹嘛 用來比如說 裝那個麵粉 裝米 就是生活用品的袋子 那慢慢慢慢被用來 就是譬如說 郵差的那個 郵差啊 報紙的那個車子 後面不是要裝個籃子的 也都是用帆布 那後來才變成書包 台南有一家老店 他是做很多全神的書包 國中書包 這是從這裡出去的 所以台南才會跟帆布包 這麼的有 應該說有感情的結合 那我要採油門 採油門 採油門 歪掉 小伯說 台灣人的觀念裡 裁縫師就是女工 可是在他眼裡 這群婆婆媽媽們 是師父更是達人 因為手工帆布包不好做 時間長傷眼力 而且每個帆布包做工都非常細緻 所以很多人都說 帆布包是我們台灣的LV 好 這樣還可以嗎 還可以啦 成功 大成功 這是最簡單的袋子 這邊有一點歪歪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再請師傅幫你補一下 你這個不可以講啦 過分 可惡 5 4 3 2 這都我自己車的喔 現在代工廠轉型成功 許多知名廠商都找上小博 也讓帆布包變成台南的代表象徵 累了齁 累一整天 拍少年都沒拍 不用老年了 拜託 肚子餓了啦 沒關係 請你吃東西 真的嗎 我們吃馬卡龍 好啊 台南東西最好吃的 對 來來來來 你們還有在賣馬卡龍 這馬卡龍 對啊 你看這樣整個牌開始是馬卡龍 我第一次聞過 沒味道的馬卡龍 這是什麼啊 馬卡龍 馬卡龍要拉鍊做什麼 這是它的內餡 這是什麼口味 這是橘子口味 這是什麼口味 這是香蕉口味 這是香蕉口味 這是什麼口味 這是藍莓口味 這是什麼口味 很厲害 時代變 人也要跟著變 他說 結合文創 才能讓帆布包更有故事 連文青們也都特別愛背帆布包 還會專程托人來買喔 老婆 差不多要走了 好 時間差不多了 辛苦了 不會 我有幫你準備一個禮物 好 真的嗎 要送給你的 太好了 辛苦你了 謝謝 你看這麼大一個 好大一包 好 那我下次再來找你玩 你會喜歡的 謝謝 拜拜 拜拜 太棒了 他們家包包不便宜 這麼小 好 小波 我又來找你玩了 齁齁 來到台南 沒洗牙漆 你就都有了 走 下一段阿療阿我 帶你去洗牙漆 帶你去洗牙漆 太洪急 羅